都會注意到 除非他老婆是真的神經大調到不行 那另外呢 其實 那利勇 這個我補充一下 我認為他不知道 太太不知道 因為如果 我按照這個週刊的報導 第一個就是說 他通常是9點鐘 晚上9點鐘去他的香歸 然後11點鐘離開 我覺得如果太太已經默認 他也可以這樣的話 那我覺得他可能會待 整個晚上待在那裡 也沒有人知道 有什麼關係呢 再來是 這個就是潘思偉的女秘書 那這就是潘部長 他們一起用餐 這個有週刊寫說 他偷偷摸摸的換衣服 肚子好大 那是誰 潘思偉 潘部長 勞動部其實真的要需要勞動一點 奇怪 常騎腳踏車怎麼會肚子那麼大 然後呢 他有說 就是說 他們有拍到 都是女秘書開了門之後 那部長躲在外面 等到門一打開他再衝進去這樣 談公事幹嘛這樣偷偷摸摸的 因為談公事其實就是個很刺激的公事 好啦 我問誰要說 對 我要講的就是說 人家一週刊訪問他 兩個都打電話 他們就否認說他有去他的相規 我說人家就拍到了你還否認 那你幹嘛說謊呢 不好意思 沒有 那個 勤巧是大概是學法國總統 歐蘭德 人家正常七九都擺啊 至少都是用這個自己的工具 自己的工具 其實那個 偷情有用別人的工具嗎 美人 你就有什麼好笑 你是在笑什麼 對啊 其實勞動部啊 就像真公 公才會都很好笑 勞動部前身就是勞委會 勞委會的前身 大概各位忘掉他的所在地 是什麼地方 東雲閣 東雲閣 東雲閣大酒家 所以每次我經過沿平北路 看到那個勞委嘛 對啊 那洞原來是東雲閣的舊址 後來被拆掉了 拆掉改天井 以前不能怪他嗎 所以那個是紅水 那個是桃花枯啊 桃花枯 但是立任勞委會主委 也只有潘思維出這件事啊 對啊 担忠哪有辦法 喂… 喂 那你法院的原子是什麼 查一下 你以為學校是女校 女校 人家立任勞也是啊 花媽最近怎麼這麼衰啊 又被胡志祥打 又被溫室打到 花媽 加油 花媽最近把他給他丟出來 工具適用啦 這個其實官場本來就這樣 那我問你 工領域 私領域的問題 他們都認為這個不算是私領域 那像在日本啊 政治人物一旦有跟 有情婦的話 也是這樣的下場嗎 幾乎都是啊 基本上 碰到黑的跟黑的大概馬上 下台語集空 可以有情婦 但是不能被媒體報道 不是 包包媒體啊 這麼多情婦 你看我胡的日本經濟新聞 我那時候的社長 直路打賞 賀田 就是因為有緋聞嘛 被拍到到那些 阿啟阿巴拉那些 就是卡布吉祥喔 那些 被拍到 下台 被拍到就下台 台灣的媒體主管 有緋聞的可多了 但是剛剛同意大哥的問題 馬英九說 不過為什麼我認為他會下台 馬英九自己講德重於財 還記不記得 財能不重要 道德更重要 這是他講的嘛 所以如果你要從這個觀點 我們先不要講日本 從什麼法國的觀點 從台灣的觀點 你主政者是這樣 再來 你以後 你這個事情你不讓他下台 我問你在立法院你怎麼辦 為什麼要提到馬英九 就為了上次那個講 要烤可不可以烤燒餅 我已經吃兩天燒餅了 可是弘英你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何鴻龍 以前馬英九 台北市時代的民政局長 他因為帶了女秘書到巴黎島去度假 馬英九叫他下台 叫他辭職 結果馬英九當總統之後 給他一個更肥的缺 叫官貿網路的董事長 那這個 這個叫懲罰嗎 所以都在騙人嘛 我覺得總改嘛 那我們現在來算 沒有張文中我們也可以算 這個部長還可以做多久 會下台 應該會下台 應該會下台 明天就會 前面陳希順都下來了 對啊 沒有 你有情況嗎 就是說如果在立法院 所有的質詢都在這個焦點上 對 那馬英九怎麼辦 對 他的政務怎麼推 所以又換內閣又換人了 會啦 這樣子其實很快也內閣改組完畢了 我看也差不多 慢慢來 因為黃毅大哥剛剛問說 那為什麼去兩個小時還要回家 老婆不知道 未必 你才在這個點 對 因為 你要知道 部長 他很在乎兩個小時 他非常堅持 因為你們去 這是說兩個小時太快了 兩個小時還快 對 他剛剛一進來就說 才兩個小時 你幹嘛這麼震驚 公事 公事要講很多啦 牽頭問去兩個小時 第一個 他一定要回家 原來你都吃得好 沒有 如果單身 不用加大餐就對了 沒有 如果單身隔夜有什麼關係 他已經是 你用前菜 主菜 他叫甜點 甜點 還有第二次 第三次 沒有 那是華國式的 那現在 華國的情婦是分成前菜 然後還有這個後什麼 後菜 主菜啦 主菜 前菜 然後還有這個 還有甜點 還有甜點 這個密特朗發明的 硬硬 其實早上 這個司機啊 他有司機 清晨就會去接他上班 你想想看 通常 司機清晨接誰 接潘世偉上班 對啊 那部長的司機本來就要 當然 但是呢 他偷情是騎腳踏車嘛 要自己的工具嘛 就像這個溫生講的 要用自己的工具去 假定是偷情的話 那他要用自己的工具 但是隔天早上 總要讓司機 在他家接到人啊 他要滿司機啊 對 合理 你隔天早上叫司機 到女秘書家裡接人 對 合理 那可是我可以叫司機 不用來啊 不行啦 那司機要上班的啊 沒有 而且 而且是工家配的 其實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在政壇傳聞許久 然後 已經是老消息 而且事實上不只貪示威 類似的狀況 還有另外一個也不會有 也是內閣的成員 也是內閣的成員 其實我應該講說 馬英九用的這些學者內閣 其實是桃花內閣啦 其實非常多類似的傳聞 不是東雲閣 是桃花內閣 對 我只能這樣講 我事實上 類似的狀況跟 女秘書 出雙入隊 甚至共同出國的狀況 不只是潘師傅 利弘 那個愛情來了 你怎麼克制啊 當然要克制啊 沒有 我應該這樣講 你有看到他這樣喔 咖啡氣 沒有啦 我是還沒遇到這種狀況 對 利弘最多只被拍到喝咖啡而已 對啊 剛剛有沒有拍到 利弘還有喝咖啡麵 我們是吃麵而已耶 一個人吃麵 一定要從撥咖啡 利弘說起來 他剛才當作就是喝咖啡 對 就是要喝咖啡 我告訴你聽 你如果想當官 你就 對啦 你就褲擋就關緊 那如果你當學者 你褲擋不關緊沒關係 對不對 你當了官 你今天想升官發財 你就必須犧牲自己的慾望 那今天就是我 我看不起這些官員就是說 你想當官 你還關不緊自己的褲擋 對不對 管不好自己的小弟弟 那就只有下台了 對不對 本來就是啊 我說要做官 你要犧牲慾望嘛 我覺得那個當官 而且 我跟你講你看 這個是來自於老委會 內部有很多人 跟一週刊報的 你知道嗎 看不下去了 因為真的連立委都知道 舉利弘的例子 其實是不太恰當 為什麼 因為他是在公開場所喝咖啡 本來就是 今天如果是在公開場所 沒關係 對 我還是很生氣 為什麼你可以跟人家喝咖啡 我一個人吃麵都會被拍 我告訴你 喝咖啡只是一個 我不只跟一個喝咖啡 看一下 沒有 喝咖啡在公開場所喝咖啡 沒有啦 你用那真的是 沒辦法的事情 對啊 不然是 那是條工 人家要他想你 我講我們的老朋友王時期 他老公當過研考會副主委 有車嘛 有配車嘛 他那時候 他老公那時候謹慎到什麼程度 有時候譬如說 司機來接他老公 然後司機剛好要 可能順路 就想說順便搭他老公的車 都被他老公趕下車 不可以 對啊 小心到這種程度 應該這樣才對 公司要分離 因為你被拍到你就完蛋了吧 你怎麼可以用公務車去載自己太太 不然你看 潘思偉也說起來 他也很粗心 你知道嗎 其實他做他的記者是對於上高鐵 他也不知道 再來跟米很久 他七天三次 都跟米在啊啊啊 他也不知道 早餐就買早餐也不知道 男人有時候什麼上腦的時候 不會注意其他的事情 先休息一下 這張我看那個你為什麼標準是來啊 因為他眼睛在看上面 不是 可是這個是在高鐵 對 所以李翔你感覺潘思偉 是魯蛇還是溫娜 看你我什麼角度開 他從什麼角度 不過那個 後來潘思偉有開記者會對不對 他有出來喊冤就對了 他其中一點我倒覺得 他其中一點是根據那個 國外出差的那個辦法裡面 首長是可以做頭等艙的 他說他都做商務艙 那裡面最後一條 裡面最後一條是說 可以指定隨員一人乘坐相同等次的艙位 那這一點的話 如果是規定是這樣 他是沒有錯 OK 好 他的問題不是在做什麼償 他的問題是 你隨時帶著女逆書 沒有顧及花田裡下 更何況你晚上七天去跑人家家三次 是這個東西 你告訴我說 你們沒有男女私情 說實在多數人不會相信 單單就這一點 他就必須要下台了 那我剛剛講說是魯蛇 還是這個 Winner 就是說這個是聯合報 因為胡志強最近推出了一支廣告 對 叫做什麼的逆襲 魯蛇家的逆襲 對 那個品質極差的廣告 那他其實被暗示就是他在攻擊成局 對 高雄市政府 裡面有一個媽媽 那個女主角之一的媽媽 他是頂一個砰砰頭 對 就很像陳菊的那個髮型 是是是 那這個 結果 罵聲比戰聲多 只有兩百多個讚 這個是聯合報 聯合報把他當頭條 這是中國時報 胡的魯蛇超冷 不到兩百個人按讚 也是網友一片罵聲 為什麼網友一片罵聲 其實就平常心講 我看過這個影片兩次 這影片拍的質感真的很差